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与你分享SSFamily 这次我们到韩国首尔旅游5天 买了这些战利品话不多说 依依来介绍 首先呢我来看一下这只大娃娃 是要放在我床上陪着我的莱恩 其实CACAFRISES他们蛮红的一个聊天软体 我这次呢买了大只的 航行选了这只小莱恩 他抱着一颗星星哦 超可爱 质宝呢选择是这个小桃子 他还有个背包可以拿下来的 然后呢我回到这一句呢 是送给其他小朋友的伴手礼哦 天笔盒 旁边有看到一个BT21的钥匙圈 其实BT21这是真的没什么好买的 很多东西都大缺货 我最爱的那只马 我也完全买不到东西 在大创呢 我买了不少玩具给小朋友哦 还有这一些杯子 我觉得拿来 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适合 然后还有这些小玩具 他们当天呢在那边就拆开来玩了 而且牙刷也有拿出来用 美妆的部分买超少的 因为真的也都大缺货 没什么好买的 现在其实景气真的很萧条 我大概就是随手选了几个 我没看过的产品 以及一些经典的产品 就这样子啰 然后这几片是他送的面膜 哎这样真的很小气耶 我必买的呢 还有卸妆棉 这两个碗 哇 完全就是很适合给他们拿来装水果 这个类似Pocket的饼干呢 也是多种口味 台湾应该比较少看到 所以也买了几盒 这个马 我好像只买了一个马克杯 其他造型 都买不到我喜欢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它是麦秀雷敦出的一个化妆棉 它其实是直接浸在化妆水里面的棉片 所以拿起来可以直接用很方便哦 这些饼干又很轻 所以我就随手拿了几包回来 这个糖饼是我妹妹 之后要做给我吃的 韩国正宗糖饼 这一区想必就是要送给亲友们的伴手礼咯 泡面的部分我其实没有拿特别多耶 我就爱这个生生乌龙面 还有行行坚持要拿的 类似韩国拉面 呃比较有嚼劲一点的王子面 行非得要买 我也去不退它好了 给它爆一盒面咯 这个是我最爱吃的巧克力布朗尼 这面包很好吃 这几盒是首尔转转卡赠送的钥匙 呃卡片夹 卡片夹 这个是洗衣脸用的 Live Friends的软糖 这个其实也蛮受大家欢迎的哦 因为它颜色真的很鲜艳 看起来就超好吃的 然后这衣家因为太可爱了 所以就随手买了凉土回来 我特别要介绍的呢 就是这个滑鼠店 它很可爱是 它上面有韩国所有的知名景点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 用它感觉很有怀念的感觉耶 是不是 然后呢 这个大头贴呢 叫做Play in the Box 这是韩国一家蛮有名的大头贴的连锁店 很多街头都会看到 那我们这次呢 是在现代百货里面拍的 拍这样子呢 一组有两张 你可以先选择你要输出几格的大响 然后接着就有时间限制很紧张的 帮你拍摄好影片哦 大概是7000韩元左右 然后反正我觉得这一次最有 让我最惊艳的应该就是这一组大头贴吧 因为它竟然会帮我们偷偷录 我们在拍摄大头贴的影像 然后等到整个贴子拿到之后 它有个QR Code让你下载 然后就可以看到那些影片 真让我又惊又惊 因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这么慌张 意思是说快点快点秒数不够了 哇其实我觉得这次真的没有买很多 我的行李箱完全没有操纵 而且非常有空间还可以再塞 只是真的不知道买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 然后也因为现在景气不好 导致也没有什么特别多新奇的商品 让我买很多东西都买不到耶 但是我还是买得很开心的 这些东西我还是很努力 三件行李箱把它带回来咯 好了谢谢大家听我的啰嗦 不过我终于把我的伴手里介绍完了开心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开小铃铛咯 我什么时候还会再去韩国玩呢 嗯应该快了哟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韩国 吃他们的美食 还有买这些可爱的东西咯 拜拜 下次见